一者選用恆春半島的洋蔥 把它炸的酥脆 夾在漢堡裡當配料 再加上新鮮蔬菜 培根 肉排 看起來相當澎湃 那炸洋蔥BBQ堡的話 我們是有選用恆春在地的洋蔥 對 然後因為這個口味 我們一開始是在國外吃到 就是類似的口味 但我們就很驚豔 然後就覺得可以結合 在地的特產洋蔥來使用這樣子 那我們也是做過很多反覆的測試之後 才做出我們滿意的口感 另一款藍莓起司漢堡 具有層次鮮明的鹹甜口感 是店裡的招牌餐點之一 那另外一個藍莓起司堡的話 我們是用自己熬煮的藍莓果醬 那搭配漢堡裡面 它吃起來會有點鹹甜鹹甜的 它是屬於比較清爽解膩的口味 說到清爽解膩 您不用擔心一味吃漢堡及帳戶 讓人覺得油膩 可以再點上一杯店裡的特色飲料 搭配著非常對味 一個是茂谷甘美式 然後它是選用來自台中東式的小農棟 種植的茂谷甘 然後我們運用茂谷甘酸甜的滋味 然後搭配濃縮咖啡 然後搭配漢堡會非常的解膩好喝 然後還有另一款飲料是火龍果香蕉果汁 那滿洲的特產就是火龍果 然後我們搭配香蕉一起去打成像冰沙孔乾果汁 然後在店裡是一個很受歡迎的飲料 喜歡在飯後來些甜點的您 更少不了一定要嚐嚐店裡的美式甜點 甜點都是我們自己手作的甜點 然後因為我們自己很喜歡美式家常甜點 所以店裡販售的類型都是比較偏向美式風格的甜點 像布朗尼啊 軟餅乾 像還有今天的紅絲那種蛋糕 跟一些杯子蛋糕 都會是我們店裡常出現的品項這樣 業者因為喜愛美式風格的料理 在滿洲落地生根後 把這樣的飲食風潮吹進滿洲 經營初期 兩人也曾擔心在地居民不買單 沒想到獨特的美式餐點 反而引起居民的好奇 紛紛上門嘲先 讓小店逐漸敲開居民度 加上近年來 滿洲成為觀光客 到國境之南旅遊時必訪的景點 因此也吸引不少觀光客到此一場 業者希望用美食滿足美味掏客 讓顧客的旅程多了份悠閒的美食記憶 記者詩心亭劉建榮採訪報導 在 VA 現在 在唯有